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,我是天红。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一位美国的爵士乐手。 这位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出生,现年92岁的爵士乐手, 他的名字叫莱斯保罗。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音乐人,而且还是一位知名的发明家。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莱斯保罗最近在美国纽约的演唱会。 这是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星期一晚上, 一家爵士乐夜总会里挤满了听众。 在夜总会里,一名高龄的表演乐手在举行表演之前为吉他调音。 这名乐手名叫莱斯特·沃尔夫斯。 不过很多乐迷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,莱斯保罗。 30年代是莱斯保罗的青年时期, 白天他与当时著名的大型乐团合作演出, 而在晚上他就当学生, 像一些在纽约哈林区里的著名音乐家百事学艺。 后来因为他担任莱斯保罗三重奏的主音乐手, 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, 全美各地的听众都可以通过电台广播收听他的演出。 很多人慕名而来,希望一睹这名音乐先驱的风采。 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一个旋律, 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没有找到特别的东西, 它并没有预测。 莱斯保罗想要拥有一把能够参加乐队或者交响乐团演奏的吉他, 而吉他声音不至于被其他的乐器覆盖, 所以他需要一支高音吉他。 莱斯保罗不仅仅是音乐家, 更是发明家, 他用铁路钢轨和电话零件首创电子吉他, 现在电子吉他已经成为最广泛使用的乐器之一。 吉布森乐器公司首先批量制造并且销售莱斯保罗的电子吉他, 叫做吉布森莱斯保罗。 今天这个牌子仍然是畅销乐器, 是很多音乐人的首选。 我的电脑是半个人的生活, 另一个人的生活是音乐。 在2007年莱斯保罗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国家艺术奖章, 这是对国民的最高荣誉奖之一。 颁奖仪式去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, 由美国总统夫妻主持仪式。 1988年, 莱斯保罗的事业里程碑是, 他被选列入摇滚音乐名人堂, 但是他的成就还不仅于此。 威斯康星州沃基沙镇正在筹备一项永久展览, 表彰这位当地的名人。 这个名叫莱斯保罗新入历程的展览将会在2010年节目, 届时莱斯保罗将会有95岁的高龄, 他希望能够亲临开启示。 记者法拉伯在纽约的采访报道。 您有没有听说过画家画画不要钱, 但是要花生呢? 原来这些画家并不是人, 而是大象。 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次画展, 展品就是这些大象画家的作品。 我们去一起看一看。 这些并不是毕加索的作品, 而是一批很聪明的大象的杰作。 有一个亚洲大象艺术与保护组织, 教大象画画, 在世界各地销售大象的画作, 来自住他们在东南亚设立的几个挽救大象的中心。 费里斯是这个非牟利组织的主任。 在为期一个月的画展中, 卖出了超过一半的作品。 波拉是在华盛顿的一位商人, 他对大象的画作赞叹不已。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自己的描写, 或者是一个描写的另一样的猫, 它是比我更好我能做的, 如果我用了一个描写, 然后描写一个猫。 费里斯认为, 大象具有用自我艺术表达的潜力。 迅向者教大象使用画笔作画, 他们鼓励大象自由发挥各自的艺术风格。 有人可能会质疑大象的艺术创造能力, 但是费里斯乐于辩护大象的艺术。 大象的画作究竟算不算是美术作品? 这虽然见仁见智, 但是大象画作已经筹到了可观的资金, 用来保护大象。 记者库卡尼的报道。 今天节目时间到了, 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。 我是天虹, 下星期再会了。